今天的這集影片會告訴你 Feather Step 與布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請你好好的把它看完喔 哈囉各位Dance Fashion 無動魂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Rex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國標小學堂的摩登技術篇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弧步裡面的Feather Step 與布 要怎麼跳 然後有什麼東西呢 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會先從男生的腳步 然後帶著你看一次 然後我們再從女生的腳步 帶著你看一次 接下來呢 我再把我們整個想要告訴你的一些 該要注意的事情跟技巧來告訴你 請先看我示範一次 5 6 7 Go Slow Quick Quick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步子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呢 男生是產生出一個反身的動作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右腳的腳法 是從跟到掌 然後升降起來的時候 我從我的左腳呢 是保持在腳掌銜接的位置 然後呢 平推接 結束在腳掌 那下降落下來歸位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一下 我們要注意的事情是 當我們在跳語步的時候 我們的語步的第三步的結束 它是結束在一個 外側舞伴的位置 它是結束在一個外側舞伴的位置 所以請你去 特別的去 要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它會關係到 我們待會要 產生出來的身體的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呢 以女生的舞步的部分呢 我們邀請 Selena老師來為我們做示範 預備 5 6 7 Go And Slow Quick Quick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在跳 腹部的時候 腹部它基本上它都是 線性 就是直線前進的這個舞科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女生後退的時候呢 他的腳的用法 都會是 Toe Heel Toe Heel Toe Heel 我們再請Selena老師為我們示範一次 預備 5 6 7 Go And Toe Heel Toe Heel Toe Heel 落轉 是的 非常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先 搭起來示範 為各位示範一次 那 Toe 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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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看完示範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男生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男士舞者啊 產生出一個CBM 下降產生出一個CBM 然後從進到我的重心右腳的點的時候呢 從我的右腳的主力腳然後產生出跨的擺盪 腳的擺盪 跨的擺盪 從而進到身體的擺盪動作 那在這個時候你的左腳呢 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走直線 微微的往左邊跨 為什麼 因為 我的腳要往左邊才會 產生出一些些的空間讓我去產生我的 外側舞伴身體位置 那如果你在跳的時候 你的腳都是走直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就是直直的 那後面你要跳成 外側舞伴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 你的腳會沒有地方可以擺放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產生出一個 反身動作 Slow Quick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從我的重心腿 產生出這一個擺盪動作 然後呢 跨的擺盪 連同到身體的擺盪 那接下來呢 產生出一個 外側舞伴位置的時候呢 你身體還要繼續 往右邊旋轉 然後進入到一個CBMP的位置上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傾斜向右 但是我的頭並沒有怎麼樣 掉過去 我的頭還是要走直線的 進到這個位置上面 好這個是呢 我們男生 男士舞者需要 注意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請Selena老師為我們來示範一下 女士舞者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的女士舞者 一樣我們產生出一個下降反身的動作 然後呢 推出去Slow Quick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樣從我們的重心腿 把我們的跨步擺盪高 擺盪高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動作上面 其實你會發現Selena老師在這個時候 他突然間長高了 因為 這也是我們在跳腹部的時候的另外一個特色 叫做North Rise 因為我們都是直線的 所以我們會有逐步升的動作 但是呢 其實我們身體還是有升降 所以Selena老師他的身體 在這個時候會升更多 然後反身位置 就進入到反身姿態的這個CBMP的位置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在跳的時候呢 雨步的第三步結束 是在外側舞伴的位置上面 所以你必須要特別特別的去 注意這件事情 剛剛女生在做擺跨動作的時候呢 其實你要去特別注意 你的跨擺動起來玩之後 他其實連帶著你的身體 會有一個往右邊旋轉的這個動作 然後去製造出你更大的傾斜畫面 可以嗎 好去創造出更大的傾斜畫面 那這是我們在女生在跳舞的時候 會一直去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在這個時候 你要去小心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讓你的腳通過你的後跟 因為有很多的女士在這裡跳的時候呢 她就跌了腳 然後你發現她的人就倒掉了 所以我們在跳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這裡是 我們在這裡是讓我的女士呢 通過我的後跟 然後起來 所以在這個腳法上面其實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看點 因為比如說像我Rex老師在當裁判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腳法上我會相當相當的注意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樣跳的話 代表你的重量並沒有流經過你的重心腳 這個部分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 接下來呢聽完了這些要注意的事情之後呢 我們請Selena老師來跟我一起示範一次 5 6 7 go slow quick quick 在這一集的影片呢我告訴各位同學們 虎部這個步子應該要怎麼跳 那我們從切落點有你反身的時間 你的腳法 還有你動作結束的位置 那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多表現的話呢就是 我怎麼樣從我的重心腳去擺到我的臀部製造出比較大的傾斜線條 然後呢甚至我們之後可以再講更多的 肋骨的這一個擺盪動作 然後試著去創造出更大的畫面 那這個影片呢我們都會 持續的上傳 持續的更新 那請你不要錯過我們的影片 那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影片的下方呢有一個超級按鈕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小額的贊助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會很迅速的為你回覆 那我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 拜拜